故事发生在上周五 我在吃饭的时候打开了已经爆满的邮箱 第一眼就看到了一条这么死心 嗯 绵软香甜的芋泥 爽滑Q弹的马蜀 松软可口的面饼 唾手可得的食材 关键还是卖15块钱一份 简直就是甜点前的一股泥石流 决定了 就做这个可以拉丝的 就算吃不了还能当成玩具的芋泥马蜀铜锣烧吧 小时候的我一直以为正宗的芋头 就应该像香芋奶茶和冰淇淋一样 拥有一抹纯真无邪的紫色 然而长大以后才明白 每一个成功的芋头背后 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紫属 把这两种东西全部砍头去定削皮切片 丢在一个碗里 在开水上锅 中火蒸上25分钟 这样可以让它们在被你碾压的时候 反抗没有那么激烈 对于这一趟刚出过的粘稠物体 我的建议是用你家的刮刀狠狠地去碾它们 如果你想用搅拌机去把它们打成泥大 请务必慎重考虑 因为我也这样对待过我的搅拌机 现在它粉头的草道三丈高了 不过要是你家的设备和我一样高端 耐克在芋泥点的差不多的时候 掏出这种手持式搅拌棒 混进鲜牛奶 淡奶油和糖 然后采用游记战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都把所有的芋泥打到连渣渣都不剩就好了 做好的芋泥可以用保鲜膜护脸的方式冷藏起来 然后就用这段时间来做一份鲜奶麻薯吧 做一份受较高达15块钱的高端麻薯 它对卖向的要求就一个字 光滑 所以相对稳定了糯米粉和玉米淀粉 就是最佳的组合了 当然你还得来点糖啊牛奶啊这样的基本食材 然后把它们搅成一份光滑的糯米牛奶汤 最后过滤一道 盖上保鲜膜 然后开水上锅中火蒸上20分钟 糯米里的淀粉就会充分的完成糊化的作用 也会得到一份既光滑又烫手的糊糊 丢一小块黄油 用刮刀砍它几下 等搅拌到基本没有黄油的痕迹了 麻薯就应该两块刀能上手拉丝的程度了 把它窝成一坨 然后拿起来 摒气凝神气沉淡甜 沉着冷静着手成春 软的一下 把麻薯拉长 然后在长达5分钟的反复拉伸和摔打中 抹平它带刺了棱角 让它长成一副光滑且圆润的模样 最后给它贴上保鲜膜 进冰箱去排芋泥吧 最后再做一份超高颜值的铜锣烧吧 放上一个大碗 磕上两个鸡蛋 拿上你的蛋抽 贴上碗的底部 温柔的把它们搅散 加一些糖 霍冷霍冷 再加一些蜂蜜 霍冷霍冷 然后加一些水或者牛奶 霍冷霍冷 最后把低筋面粉和泡打粉混在一起锅个筛 加到蛋液里 继续霍冷霍冷 等它们全部都愉快地混合在一起了 就做它们脸上怼一层保鲜膜 放进冰箱冷藏30分钟 让泡打粉有足够的时间发泡 形成这种完美蓬松的质感 俗话说 面糊加水抖一抖 入锅就值丑不丑 拿出冰箱以后 适当地加一点点牛奶 就可以把面糊调成最理想的状态 如果面糊太干 你就会得到一份 美国总统派铜锣熟 要是面糊太稀 hold不住自身的体重 你就会得到一份 迷之形状的非牛顿流体铜锣熟 总之 最理想的面糊状态 就是这种提起来以后 能不断线地往下流的姿势 只有这样 它才会在如果的瞬间 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形 快面糊的时候 就要选一个带嘴的勺子 让它以一条直线的样子 优雅度落到锅里 如果不小心让面糊从其他的地方掉下来了 你就会得到一份 具有科技美感的苹果铜锣熟 因为每家灶台的火力不一样 所以我的建议是 全程小火 先把平底锅预热 再倒上面糊 继续观察它 一直到它形成这种友善度很低的样子 就用刮刀把它抬起来 怒摔一下 再翻个面 继续小火煎一下就好了 所以具体要加入多久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铜锣熟本身的颜值 完全取决于你的火力 要是火力太大 你就会得到一份 烤糊的铜锣熟 要是火力比理想值大一丢丢 你就会得到一份 自带光圈的铜锣熟 良心告诉我 你真的可以多试几次 反正我给的配方 可以做16片铜锣熟 前几个就当跑回了哈 最后把冷藏好的芋泥 在面冰里抹上厚厚的一层 再把马蜀揪一大坨下来压平 再盖上另一片面饼 一份售价15元的玉泥 拉斯马蜀铜锣烧 就做好了 怎么样 是不是绝对翻不了车呢 轻轻的一拉 你看他现在的样子 洁白纯净 弹性十足 极致拉斯 能去能伸 是不是想极了 你们这两周以来 欠我的那个赞 一咬下去 口齿生惊 伴随着芋泥的香甜 挥荡着马蜀的弹牙 浮足以鸡蛋的醇厚 添加上蜂蜜的滋润 我仿佛看到了 它散发着诱人的金黄 那是来自热量的光芒 毕竟这么多电饭 吃一个就全饱了呀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这种 其简单又揍作的小甜点 就给我来一个 点赞投币加关注吧 我是大王拿铁 我们下期再见啦